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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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想念我爹 入华宫第三遇前 这个锦囊出现得过于蹊跷 这末季 也是明显刚收缸不久 定是活人所说 方言整个宫门 能指教我的人不少 但像这样 头头摸摸 还假借父亲之名帮我的 只有好面子的你了 你当时劫劳就云为山 我和你交手 关你展阅三世 漏洞百出 气息全乱 所以想着指点你一下 谢谢你 如果当初我没找到锦囊 而是要花个三五年时间 学习这浮血三世和展阅三世 那该怎么办 那我就真的可以 把你从职任职位上赶下来 你是可以 但你不会 你不会的 对吧 我到现在才明白 若说是天下 谁更希望我这雄木尽早成才 你恐怕 不会输给阿云跟金凡吧 你这木头 推得我可真够累的 那之前你对我的不满也是装的吗 那都是真的不满 如今的你 回头看三个月前的你 可满意当时的自己 身为职任 既无担当 又无能力 怎能守得住宫门 你一向养尊处优 又放浪心海 若没有一个人逼一逼你 你能对自己横下心 闯完三欲吗 多谢商榷哥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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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